福也是青少年们的福音 那你看青少年他们在那里等的哦 要等着来享受这份的福 那最近常常听到孩子们说 宣哥佩恩杰 恩佩杰 常常听他们叫了多么的甜 所以呢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以后你们这个家要成为这个孩子们的 灵魂体的供应战 那宣呢他是从国中 从竹南搬到永和来 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几个姊妹 有配搭服侍过他 那时候呢真的像那个姊妹讲的 他是个奥秘 因为他就是你跟他讲什么 他都说好 但是呢他不太有什么表现什么的 那我是觉得说很宝贝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这样子服侍过他 现在呢他在服侍我们的孩子 我儿子呢也在他的服侍 所以呢这个就是照慧生活 一代服侍一代实在是何等的甜妹 那我要讲说他当兵回来以后 我们在区里是一同的服侍配搭 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为他的婚姻祷告 所以呢他那时候他就有信念想要参加全时间训练 因为他的资格不符合 所以呢他只得再进一学校去进修 再去念书 那时候呢白天他就上班 晚上呢他去念书 那我也能看呢他实在是很辛苦 他实在是时间扣得很紧 但是呢我们的弟兄他实在是很宝贝他所享受的这一份 他宝贝他的照慧生活 他该服侍的时候他去服侍 该进公用的时候他就进公用 他不会因为他自己的时间上扣得很紧 所以他就是失去了这些 那我觉得说这实在是 现在亲职实在是一个榜样 不管是外面的事业多么忙碌 但是对主的享受那一份是不可少的 然后他现在呢你看 我就在想说他这个名字很特别 他那时候他对什么事情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好 我起再一句话就好了 但是呢他对婚姻是很执着的 原来他是在等这个恩贝 我们念他的名字呢旭恩贝 这个恩贝呢是来配给我们旭恩的 感谢主实在是愿主祝福这个家 成为雅基拉百基拉的家 不管他们到哪里都成为赵慧的祝福 也成为神的福音的战口 好